每个人都有梦要去追 这些出发也不卑微 每个人都有不完美 理着风也要去飞 终点线上花花香凉 可汗水当最嚣张 抬起头不灭的星光 让我们一起仰望 我的天空 就是如此的不同 我的梦中 总会有你的笑容 烈烈的海风 有蓝阳风 平凡的光落 做你的英雄 我的天空 有一道野心彩虹 守护梦中的心 总有一天会抵抗 守护心中的梦 给你坚定的回答 我们飞 飞 飞 飞的极限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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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道山南白 白 白 天空另一边 熟爱的永远 我爱的永远 我爱的永远 天空另一边 天空另一边 写爱的永远 在宇宙一万光远外 多数个星星在等待 这么多人啊 是啊 我刚刚看有好多 国外的IT公司都来参赛 咱们可不能掉以轻心 咱们上电视了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这个二维码 咱们扫这个就能在营梦场发弹幕 为什么要扫这个 这有什么为什么呢 你就说一下自己的目标 给自己加个油 乐呵乐呵不好吗 别浪费时间了 赶紧进去吧 真浪费时间了 随便说点什么都行啊 万一到时候比赛没有拿到名次 也留下点什么吧 我觉着向远啊 她这数 我已出发又回到 远远 小徐 你这就有点上标了 少废话快点 希望和兄弟的努力不会白费 可以赢得比赛 让奖金来拯救我的信用塔吧 希望许愿石实现理想 好 好了 走了 走了 走啊 向远 如愿以上 这就是中山第一个 那东北尔关系 就是她呀 对啊 可厉了 你们先进去 爸 到赛场了吗 快快快 刚到门口 您这不有事吗 这是你回国的第一个比赛 我希望你能重视 你总归是要接我班的 拿出点成绩 让我看看你这些年 在国外到底学了些什么 爸 我会的 当年那事 我费了那么大的劲 把你送出国 我希望你这次好好的表现 我对你的要求 永远不只是第一而已 而是你能甩出第二 多大的距离 是 我知道了 再见 奉剑 你的账 走 你看 今天人还挺多的 对 先生 请在这里签字 欢迎你们 谢谢 一边请 你看 这个是维尔科技派来的队伍吧 那是咱们一样的 全美AT千八的公司 他们居然还来跟咱们争奖借 他们那哪儿是为了争奖签 明摆着是为了拓展中国市场 是吗 这 你看领头那个 万兴集团的公子哥 不过这次除了维尔之外 据说还有一支出赛成绩 跟他们并列的队伍 我知道 好像是家初创公司 名字好像叫什么 这是一家正经科技公司 这名字听了就不是什么正经公司 嗯 好 好 还好这回比赛用的是老秦一个人的名义参赛 不然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接受 我向元的名字后面跟的是 这是一家正经科技公司 他连这个名字都想了好几年了 你就别挤退他了 为什么 干吗非得叫这么个名 这孩子他 请 好 怎么了 丫头 你在哪儿呢 呃 维林 那不然呢 我刚才在那个北斗家创新比赛里面 看到一个照片里的一个人 好像你 我以为你回上海了呢 怎么可能呢 那那个比赛不是星恒的吗 你这么烦他们 我怎么可能去参加他们比赛呢 对不对 你们慢点 特伟 你们慢点吧 我说 你知道就好了 上一次我们参加他们的比赛 不是说得一塌糊涂吗 我觉得 那星恒故意在针对我们东河 我告诉你 行 知道知道了 挂了挂了啊 忙了 看来这回比赛媒体是真不少 还是小心起见吧 哎 闪燕 风俊 你怎么回来了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有没有很瞎我 多大人啊 还不会好好打招呼 你们不也一样吗 下手还这么撞 高中以后就不联系了 怎么个意思 明明是你不联系我好吗 你也来参加比赛 嗯 维尔科技混得这么厉害了 太简单了 轻轻松松就拿到交易 饿死吧你 回来多久 还不知道 公司准备拓展国内业务 所以 以后会经常到国内 你呢 你怎么也在这儿 莫非你也在科技公司 有什么问题吗 就你这数学你确定 爱因斯坦提出光电效应的时候 数学也就一分 那是人家德国本来就是六分之 你是毒气堂看多了吧 你那公司还没倒闭吗 介绍你一个大神 认识一下 谁呀 还有我厉害 聚了就知道了 人呢 刚才还在的 我打个电话 我问一下 好 向远 你说的这个人 我也认识吗 你看 风俊 真的是你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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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怎么样 挺好 回国多久了 有一段时间了 一是来参加这次比赛 二是公司准备拓展国内业务 前期又我全权代理 所以最近比较忙 挺好的 你呢 也是来参加比赛吗 也不是 陪朋友来的 最近在哪个公司上班 是星恒吗 在维林 维林 你没听过 做什么呢 你知道吗 因为我也在 你俩在一家公司上班 挺好 你哥哥最近在干吗呢 很久没见他 一会儿约他一起吃个饭 我也不太联系得上他 不是吧 嘉免哥 还在弄他的飞行基地嘛 他找女朋友没有 我不用你管 你们聊 我先走吧 你倒是没怎么变 我也走了 晓云 晓云去 我扫你吧 走啦 拜拜 给我来一瓶 擦在的 都要吗 这个还要吗 那个不要 好 谢谢 不客气 看在的 我说呢 你一破修电脑的 怎么能入围决赛啊 原来是搬了救兵啊 怎么了 在外面待不下去了 跑上海来了 你们几个呀 如今张艺吃晚饭 老鬼得中病 我都在上海混出头了 哎 你和许愿石 不会还在窝着当缩头乌龟吧 陆俊良 就那么几句话翻来覆去的 跟裹脚步似的 说了那么多年 你腻不腻啊 是 我是个修电脑的 但我修了那么多年电脑 都没有见过分辨率那么低的见识评 你说你整天顶着一张糊的 跟二维码似的脸到处晃的 我要是你呀 我就找一地方钻进去 不好意思出来见人 你还好意思呢你 还有 这次有我们在 你最多 还是只能这个 拜拜 你猜我刚刚碰见谁 我刚才碰见你老朋友呢 你让我先说 我刚刚碰见卢俊良那家伙了 谁啊 就是以前我们一个学长 千年老二 那会儿上学的时候 他这小手段小心机也没少耍 但只要有我们老徐在 他就永远拿不了第一 他 他现在在黑客圈也算是 著名流氓 他怎么来参加这个比赛 是啊 我也纳闷啊 所以我说这星恒飞 真是越赶越完蛋 什么样人都能来参加 简直就成垃圾收拾所了 难怪现在这些圈那大牛 都不愿意来参加比赛了 你知道这家伙说咱们是什么吗 他说咱们是缩头乌龟 我怎么是缩头乌 你刚刚说你遇见谁了 丰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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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呢 怎么了这么惊讶 你们不都是同学吗 不认识啊 真是 我太认识他了 那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怎么办 没什么 那时候我们老一起玩 老徐没少给他擦屁股 不 不 我看 可哥 又是我不能知道的 这两人什么时候又搁的事吗 你好 初赛跟咱们并列第一的那个队伍叫 这是一家正经科技公司 队长叫王清益 王清益 你说 挺奇怪的 这个人没有正式公司挂职 开了一个电脑店 好的 我知道了 决赛即将开始 请各位选手提取四季队伍的比赛用车 做好准备 咱们这次做东西 比赛比赛赛程有六公里 不仅要看速度 还得看精度 中间还要躲避障碍 而且所有的场景分布 次序都是保密的 相当于壁卷考 对咱们的算法是个大考验 模拟过很多次了 肯定没问题 咱们得走得准 走得稳 牛啊 老姨 你真是漂亮 他妈给漂亮哭丧 你 你漂亮死了 我跟你说 我是花完我后半辈子的福气 才碰到了这么位大神 能不厉害吗 让我看看 您在童话故事书的哪一页 还得是你呀 你这么一说 我倒觉得诺贝尔只设五个奖 有点可惜 我就说了诺贝尔 但凡有计算机奖 他一定是候选人 不 诺贝尔应该设个马屁奖 问你这拍马屁的功夫 诺贝尔得亲自给你玩奖 你还不乐意 自己拿来 为了进一步激发创新创业激情 培养造就双创生力军 发挥北斗导航应用的双创引擎作用 打造北斗创新应用新高地 第三届北斗家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在今天举行 八家由国内外知名企业组成的参赛队伍 稍后将会在这里为我们上演速度与激情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好 来自茂盛科技的一号车 现在正缓缓行驶到出发点的位置 三二一 他们出发了 赛道内我们共设置了U型弯道 红绿灯识别 自行车路障 插路口回程定位等八个关卡 从自动驾驶车辆对障碍物识别厘米度 行驶轨迹规控的准确性 以及驾驶体验的舒适性等多个方面 进行全方位的考察 第一个关卡U型弯道近在眼前 他们是否能顺利通过弯道 拔得头筹呢 哎呀 不仅压了线 这弯板的也太急了 要知道平位行驶所带来的乘车舒适度 也是最终成绩评判的重要指标 很可惜啊 二号车来自百台科技 这家公司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上次他们在决赛中止步第七名 这次能否一雪前驰呢 他们很快就到了U型弯道 行驶平稳 拐弯顺滑 二号车轮胎有偏移 一旦压线面临的很可能 是和一号车一样的结果 好 二号车过关了 前面是一个红灯 这里考验的是自动驾驶系统 对信号灯的准确识别 等等 二号车怎么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怎么这样 二号车再开下去 可能要撞到行人了 一旦撞到行人 无论成绩如何 在本次大赛中将会直接出局 行人缓缓地向马路中央移动 哎呀 很遗憾 二号车出局 别慌 他们遇到的问题 我们都模拟过 我们肯定比他们强 嗯 不过这一关确实挺难的 这个假人出现的位置 我感觉大多数选手都过不去 不知道后边还有什么难关 哪有那么恐怖 是 老虚设计的程序 我是一定有信心的 我喝过的 再去给你拿一瓶 下面有请三号队伍 维尔科技准备 这是一支集结了国内外 顶尖人才的国际化队伍 在比赛开始之初 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现在他们出发了 就连对于模拟穿越人行道行人的避让 也毫不迟疑 就连对于模拟穿越人行道行人的避让 也毫不迟疑 平稳驾驶至于三号车的车速 也是目前为止最快的 这把方向打得有些急啊 但还是通过吧 漂亮 不愧是维尔科技 要知道我们设置的 可是完全静止的自行车 相当于一个非机动车路障 这对于传感器识别的挑战极大 静止的非机动车辆 极其容易 使自动驾驶系统产生误判 他们的速度很快 但是他们没有 精准度也很高 大部分的障碍也都过了 不是老徐 你怎么老胳膊肘往外拐呀 但是他们对非机动车的识别 灵敏度不够 刚刚差点就撞上那辆自行车了 后面如果还有相同的路况 很可能会出问题 但愿我 三号车也是今天第一辆驶入 困难载道的车辆 看能否顺利避开 这辆载有货物完全禁止的三轮车 顺利诱拐呢 哎呀太可惜了 还是蹭到了货物 不过没关系 这是三号车目前为止 唯一出现的失误 三号车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仍然坚定地朝终点驶去 截止到目前为止 时间才过了七分十五秒 只剩下最后一个插路口的关卡了 通过这个路口 他们即将成为第一支 顺利跑完全程的队伍 好 通过了 他们通过精确的路线更划 成功抵达了终点 三号队伍维尔科技 失误一次 用时七分四十二秒 得分一千四百六十分 暂时位列第一 四号车目前的速度和平稳度 都非常不错 五号车的表现也很完美 正如他们的公司名 五号车正在一路翱翔飞行 我感觉他们也不合适 他在插路口减速了 如果判断失误 他将无法成功返回起点 判断正确 但是五号车 无论从速度还是平稳驾驶的性能上 已经彻底落后了维尔 提前退出了冠军角逐 又是比尔 后面也只有三个组合 而且咱们也没有什么大事物 我觉得肯定能拿倒逼了 所以 你能不能不要过三个脸啊 不一定 怎么了 七号组的时候我认识谁 实力不差 六号车出发了 是吗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游行弯道 顺利通过 就是百万着急了一起 各位要是坐在上面 可得抓好车把手啊 接下来是线号灯识别 和自动点击刹车 六号车能否超越 现在位列第二名的 三号队伍和五号队伍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久不见啊 是你 好可不等的 看见徐彦时了吧 我有办法让你拿第一名 怎么样 有兴趣吗 你在大学跟了他这么多年 应该也知道徐彦时的实力 你在国外混了这么多年 你难道还想活在他的阴影底下吗 活在阴影底下的是你 不是我 我听说 他们那组已经完美地解决了 非机动车识别的灵敏度问题 你要是有办法的话 我们组刚才比赛的时候 为什么不用 那是因为我没觉得 你这小子是皮黑马呀 那你就等着徐彦时比赛的时候 留着自己用 既然已经拿不到第一名了 何必脏了自己的手 你不想拿第一名吗 下面有请第七组参赛选手 七号队伍的名字十分特别啊 这是一家正经合体公司 王学 咱们没问题吧 该做的都走了 不要有信心 对我们带来眼前一亮的成绩呢 三二一 出发 前面就是U型弯道 咱们一起来看看七号车的表现 最后一天 居中 平缓 完美转弯 七号车行驶得十分之稳 简直就像是真的有人在驾驶一样 七号灯的识点也十分准确 看来这些根本难不倒他们 我像我像我像 他们的车身很稳定 行迹表现 七号车目前用时三分三十三秒 舒适度和识别准确度也很高 前面就是自行车路障 很难识别 原来七号车已经提前预办到自行车的位置 接下来是禁止路障的规避 完美 七号车果然顺利通过了 刚刚三号车刮增的位置 七号车居然轻轻松松就避开了 我对你的要求永远不只是第一而已 而是你能甩出第二多大的距离 如果在靠近非机动车的时候再进行闪避 车身不稳更容易出现事故 舒适度也会大打折扣 反而是要被扣分的 但是七号车这两次的躲避 都是提早预判 提早改变了行驶轨迹 维持了车身稳定 更提升了速度 精度 准度 真不愧是一家正经科技公司啊 前面就是我们最困难的 岔路口赛道了 刚刚翱翔飞行的队伍 就是在这里出现了失误 和冠军失之交臂 七号车能否顺利通过 这最后一班的考验 和维尔科技翱翔飞行一较高下呢 真是让我们充满了期待啊 怎么回事啊 一直表现优异的七号车 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怎么回事啊 信号有问题 那信号有问题 会不会影响到航系统 前面是岔路口怎么走 这可是系统要求非常严苛的岔路口赛段 这次车辆没有提供提前下载的高精地图 全凭北斗系统进行定位和规划 前面岔路口的判定 将直接影响比赛结果 如果走错了路 那可就是零分了 你七号车现在的状态 到底能否成功通过呢 就差一关了 怎么会这样啊 七号车好像发生了什么变化 信号恢复了 是因为还有B器官 什么是B器官 我们基于同步定位与地图绘制基础 重新构图和定位 在导航信号变弱的情况下 会自动切换成惯性导航 继续前进 但是速度会变慢 精度也会变差 只能勉强走完赛道 即将拐弯了 刚刚经历了变故的七号车 能成功吗 这是一家正经科技公司 也是本次大赛 进军决赛的唯一一支新人队伍 在前面的赛道中 他们几乎零失误 超越大公司翱翔飞行 比肩国外顶尖的维尔科技 七号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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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关卡就在眼前 七号车最后一抹 加油 加油 成功了 不要 加辨量 이야 が日本に 大規模 10 Florian 急上 4 そして 七号车抵达终点 有时七分五十秒 让他承担七号车的积分统计 究竟会是多少呢 一千四百五十分 好 仅仅十分之差 让我们恭喜这是一家正经科技公司 操作翱翔飞行 请赐于维尔科技会列第二 大家快看微博 老大居然参加北斗家的决赛了 快快 打开打开 快 我看到了 进决赛了 真的呀 这个程序员小哥哥也太帅了吧 轻轻 轻轻 这谁给他拍的拍太好了吧 是啊 那么帅呢 本来老大长得也帅 第二名 不错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黑匣子 车本身没有问题 只是记录了卫星信号有个问题 但信号怎么会有问题呢 按道理来说这种大赛 他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呀 你们说会不会有人用了信号干扰器呀 我去接个电话 门口接 好 如果真的有人用了干扰器的话 卢俊良一定是他 我记得我们那一组在比赛的时候 我看见风俊和卢俊良出去了一趟 好像手里还在递什么东西 风俊回来以后信号就跑了 那这么说还真有可能是他 又是他 怎么还又是了 喂 老大 你怎么去参加那个北斗家比赛去了 你怎么知道 你都被拍到了 还说你是什么最帅程序员呢 你 你怎么那么冷静啊 这事可不是小事 刘连金肯定会借题发挥的 发挥而已 又不是挥发 都什么时候呼了 你还开玩笑啊 不然呢 老大 我跟你说 好了 先不跟你说了 喂 老大 喂 郭阿郎 郭阿郎 说啥了 啥也没说呀 老徐就是个活菩萨 要不然风俊也不能好好活到现在 不是 他们到底怎么了 好啊 你是这些年的本科胜利啊 唯一获得星恒 欧福了人 星恒啊 是全国定位系统的领头羊 你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我还记得第一次给你们上课的时候 我问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你第一个站起来告诉我 要为中国的大黄事业做贡献的学生 现在你可以开始实现你的理想了 老师 如果没有您的话 我也不可能会有这样的起点 我问你要记住啊 从现在开始 你的身上不仅仅是多了一份荣光 更是多了中国导航事业的一份责任 我明白 我明白 你成功了 当然 也不看看我是谁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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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吧行了吧 我呢就逼你晚了两秒钟 你怎么样 王庆 不行 我是刚进去 我跟你说 你呢就是用了老徐的电脑 有老徐的增益 你不行用自己的电脑 咱们再比一次 我的电脑在跑程序好吗 才说用徐的电脑有什么区别呢 你别甩赖行不行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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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博书 博书 来来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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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 王清义 高思博 你们三位非法入侵我们的公司系统 造成系统瘫痪 经业务流水损失惨重 这是我们的起诉书 里面包括了所有的证据数据 凤俊 你说说吧 说什么 您怎么不说 什么叫我们怎么不说呀 你刚才怎么什么都不说呀 我问你 你起来 这事跟老徐有关系吗 明明是你有老徐电脑黑进去的 是我一个人干的吗 你们没黑进去吗 咱们那天就是着了磨了那么多钱 咱们怎么赔呀 是 马上毕业了 我家人希望找一个好工作 现在多好啊 什么都玩了 多好啊 都冷静一下 事情已经发生了 眼下要想的是如何解决它 这是我在网上整理的 网络入侵案的赔偿案例 以及我找律师咨询过的赔偿金额 你起诉书中的很多内容 并不在我们的赔偿范围之内 我们需要赔偿的金额 只有两百万 这个事情我也很遗憾 只不过任谁都要为自己的年少气生负责 如果我们上诉了 那以后你们应该也很难 在这个行业中立足了吧 这点你应该明白 明白 为了弥补我们造成的损失 后续我们可以为贵公司的安全系统 做一个升级 可以 只要是升级后的系统 还能够达到我们最新的要求 两百万就两百万吧 但其实 我还能给你一个更好的选择 如果你愿意 来维林工作 我可以直接放弃起诉 你们也完全不需要担当任何的赔偿 我不会去的 我听梁教授说了 你是今年唯一一个 有拿到星恒提供的本科毕业生 可是你要知道 要是这件事情不解决 星恒也不会要你 我一定会解决 好 那既然你这么有自信 我就只给你两周的时间 怎么样 我和正商团好了 两周的时间内 需要升级为零的安全系统 以及筹备两百万的赔偿机 你是不是 钱的事我来解决 两百万 没问题 那个 我们俩可能现在拿不出来那么多钱 你就先帮我们垫一下吧 以后有钱一定花你 谢谢兄弟 那申请方案的工作 就交给我们三个了 开始进行动 It is move 手 lift the house 我完事了 你们呢 我这边完事了 好 搞定 太好了 还有两天时间 怎么都来得及 就不知道风俊那边怎么样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放中 真是 喂 你好 请问风俊在吗 风俊已经出国了 出国了 那您知道他去 我告诉你 这件事和风俊没有任何关系 不要再来遭扰我儿子 喂 喂 喂 那现在怎么办 先分都去凑吧 你脑袋不是 你脑袋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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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钱 我再想想办法 星河那边我再去勾动一下 谢谢老师 老徐 放心吧 明天咱们把钱给陈山学姐 这事就算了了 梁教授借我们的钱 我看老鬼会想办法还的 等我到了星河 以后小爸爸帮你们的 行 以后啊 就靠你了 我说你们俩 怎么都笑都苦着笑啊 咱们得开心啊 远大前程啊 咱们得庆祝 喝一下 我去买酒 行 爸 严实 我最近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你这笔钱 先借爸爸拿去赢个鸡 等爸爸翻身挣钱了 一定好好保障你 不 老徐 你爸他是不是有病啊 他知不知道这么做给你影响什么呀 影响你的前程啊 行了 你现在说这也有什么用啊 咱们这样 你听我的 咱们好跟他讲道理 不行 咱报警 可不可以 报什么警 那是他爸 他爸也得报警 两百万再额 你现在要报警 知道他爸为了两百万 那怎么办 你问我怎么办 怎么办 你这样有办法吗 只有让他更心烦 你怎么老抬杠啊 怎么坐下好好想行吗 几天后 我们收到了陈山的车速通知 而那时候 老徐已经去了威令了 徐苑时就这样放弃了他的人生和他的事业 凤军留学回来 重新开始 老鬼在上海事业和爱情也都顺利 好像大家的人生轨迹 都没有因为那件事情发生改变 只有老徐 你们先走 在等我吗 聊聊啊 想告诉你我眼里最没风景 就是你在笑的眼睛 想和你去无人的地方旅行 只属于我们的天地 每当想起和你的无所孤寂 与你分享所有秘密 如果生活能写进一首旋遗 那么我想唱给你听 每当和你在一起 我生活变得很远去 深呼吸 新鲜空气 能复你在身边耳语 每当和你在一起 每当和你在一起 无论发生什么都可以 窗口的风 吹醒自己 只要和你都有意 想告诉你我眼里最没风景 就是你在笑的眼睛 想和你去无人的地方旅行 只属于我们的天地 每当想起和你的无所孤寂 与你分享所有秘密 如果爱情能写定一首旋遗 那么我想唱给你听 每当和你在一起 无量生活变得很有趣 夏的风 春天的雨 都被你放进了手心 每当和你在一起 每当和你在一起 无论发生什么都可以 夜的黑 受伤的心 只要和你都有意 你 你 你的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